大家好 这里是绘制滴滴阿满坎古栏目 现在是2022年9月16日周五美股盘前 按照惯例 我们先对上个交易日及周四的美股做个总结 然后针对今天的行情中 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予以提示 周四开盘直到中午 标普指数在方向上发生了争执 但咱们在上期每日评述中就说了 任何的反弹 应该都是加仓做空机会 我也按照计划再次加仓空单 但因为正好挂在最低价上 所以只成交了一半 另一部分基于最低价的瞬间成交量过低 没有买入成功 最终事实证明 咱们的预判是正确的 午后空头逐渐控制了局面 但仅仅只是控制住了局面 最初并没有取得太多进展 指数被拖得很慢 看着很痛苦 那种缓慢令人窒息 甚至希望看到指数能够快速走低 以尽快结束这种顿刀子割肉的节奏 当然 也许是我想让我的空头更快的获利 哈哈 午饭时间过后 标普指数开始急速下跌 直奔9月6日低点 并一举灌破3900和3890的防守位 直到最后一小时才被拉起 截止收盘 标普500下跌1.13% 纳指100下跌1.71% 道琼斯下跌0.56% 咱们说过 拉尾盘多数不是好事 特别是明天是四五日 会不会是给暴跌预留空间 这点不得而知 但持有多头仓位的朋友必须注意这一点 现在唯一幸运的是 标普今天并没有跌破9月6日的3886.75 如果跌破 那么大概率真要去到咱们上上周节目中 给大家预估的3750附近了 如图 因为波浪理论没有给出下跌第五浪的跌幅 但咱们可以根据对称性来看 下跌的第五浪 应该是和下跌的第三浪长度差不多 那么贯穿3886.75后 唯一能找到等长支撑的是3800点 但很明显那里是个弱支撑 真正的强支撑在3730点附近 所以 守住3886和3810这两个关键位置 试看能否起稳的关键 这将是2022年 新低到来之前的最后一道防线 目前的市场气氛没有太乐观的表现 唯一的积极因素是 盘中有些横盘 延缓的下跌速度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盘中一度有40个点的反抽 我也在那里加仓了空投 因为这是一种盘中常见走势 当空方过于激进时 我们会看到波投 这种通过期货挤压现货的方式 做出盘中的反击 空投最初措手不及 但最终多投拗不过大事 周四能够让空投再次得手 与周二的CPI和当日公布的零售数据 有很大的关系 虽然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 加息75基点是9月FOMC 会议最可能的结果 但由于8月核心通胀率高于预期 升息100个基点的概率正在大幅攀升 利率期货的定价显示 投资者认为 加息100基点的概率约为24%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首席 经济学家丹尼斯沃克表示 加息100基点一定在备选方案中 虽然美联储最后可能还是会指75个基点 但加息100个基点 应该在FOMC 会议中得到充分辩论 另一个盘中打击 来自于零售数据 8月零售额月率 实际增长0.3% 而预期是下降0.11% 零售额 踢除汽车 月率 实际下降0.3% 预期是持平 我们看到的开盘拉升 应该是跟这组数据有关 算法交易看到的是增长好于预期 虽然联储加息给经济造成打击 但消费依然旺盛 故此 股指从盘前开始拉升 但在开盘 有人工介入时 应该是很多交易员 和分析师们都读懂了这份报告 因为算法交易 没有考虑通胀因素 上个月通货膨胀率上升了0.1% 这意味着消费者花同样的钱 但获得的商品更少 虽然零售额小幅走高 但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价格上涨 推高了以美元计价的销售额 同时 我们看到扣除汽车支出后 8月份的销售额实际上下降了0.3% 这一升一降 说明汽车 和零部件经销商的销售领涨所有类别 上月月升2.8% 帮助抵消了汽油销售下降4.2%的影响 这是今年整个经济活动总体放缓的另一个迹象 而美国消费者正面临最严重的通胀 LPL金融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杰弗里 罗奇表示 7月零售销售曾大幅下调 因此与8月份的报告一起来看 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还是明显放缓 需求下降 正是美联储 希望从其积极的提前加息中看到的 在开盘终生敲响前 还有很多经济数据 所以让我们来分别看看 首先是初请失业金人数低于预期 这表明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 其次对城联储公布的9月商业展望很差 实际下降了9.9 预期是增长2.3 新订单显著下降 库存有所降低 而各类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在上涨 这是典型的衰退数据 最后是企业制造指数 看起来不错 实质下降了1.5 预期下降12.9 新订单 出货量和就业均高于预期 而销售价格低于预期 我喜欢这组数据 因为它显示了通胀有所消退 和出货量的急剧反弹 正面和负面数据的混合 确实使我们很难弄清楚经济状况 这就是我们看到市场 出现盘中多空拉锯的原因之一 周四盘中的好消息是 铁路罢工将得以避免 他们有一份暂定的劳动协议 让我们暂时消除了该事件带来的风险 不过这则好消息的发布 除铁路股票外 市场没有做出反应 因为这只是一个暂定协议 后边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而何时爆发 没人知道 今日托盘的板块是生物技术 XBI上涨1.5% 前段被爆炒的太阳能板块 则大幅下降 TIN下降近4% 当天的明星股票是 Humana HUM 中文名称 哈门纳 主营业务是医疗保健服务 该公司上调了22财年 股价上涨了8%以上 咱们将在本周的周末特别节目中说到医疗板块 最后 我们来为周四的美股做个总结 同时说说周五大家需要注意的事项 周四收盘 标普艰难的站住了3900点 但在四五日能否顶住是个大问题 3890到3900是非常重要的关口 低于该区间 可能会带来一些加速抛售 尤其是在四五日 目前有言论主张 准备抄底做多股票 我不敢苟同 个人认为这起码要留到FOMC会议前 在座考虑 我还没有看到任何采取行动的理由 我有警报响起 但我更倾向于空方 还有最后一记重击没有完成 保持耐心 是我目前最大的立场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郑重声明与风险提示 本文系基于现有资料 所做的个人分析 不构成见股 亦非诱导交易 不分享投资者收益 亦不承担投资者损失 股市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阅览者应明晰 投资损失尤其自行承担 读稿与配图式系统自动生成 与个人观点会有出入 请谨慎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